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是廟會小學堂直播系列的第一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編 我們首先第一集呢 我們要來聊聊道士跟法師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其實小編我自己本身 也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們邀請了今天兩位來賓 第一位呢 我們是先邀請我的 李佩舞 露露小朋友 喔 欸不是小朋友 是小姐 阿凱好 我是露露 他在田野的經驗非常的豐富 第二位來賓是今天很重要很重要 他同時身兼道士跟法師的身份 那有人稱圓中港郭富城的張一凱阿凱 大家好 很帥吧 因為我們今天是大家要認識 所以我們第一集先邀請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朋友 那我們就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 你第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阿凱 是是 道士跟法師一樣的嗎 道士跟法師是 照理說是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 道士來說就是我們在說的 歐頭 歐頭就是我們所說的德書 台語言說西公 齁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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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歐頭排 بت洗 Reggio 你隨便had 幾天答案就是 Every Little person 進行科長還是說 孩子有怕着 別人被害怕 不要受 ANDREW 這方面的事 這樣 那要怎麼分辨 因為有時候 有一些民眾去秒 他看到的不知道是法師還是道士 然後有時候我看到你上一秒 就是你還綁紅頭巾啊 就是那個紅頭巾 然後穿那個裙子 你要不要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我們女生就盡量不要去抹 有一點神聖心在 這是什麼啊 滾 龍虎裙 就是法師在喊的 法師的角色 都會在這裡滾 白紅頭巾啊 在我們鄉野當間 鄉野當中是廟人在客廠 或是說小朋友害到 都會輸到法師 都會輸到法師來 進行這個議事 那你有時候是法師 有時候也是道士 就是我們要怎麼分辨你現在 到底是什麼聖順 一般道士就是 帶萬金正在 那個黑頭巾 我穿道袍 穿這樣 穿海青 你說很精緻的那種嗎 上面很多繡紋的那種 對 那個道袍 道袍 道長是穿降衣 降衣是 什麼樣子 降衣 就是更大件 它的繡路就是更 更豐富 更花樣 顏色一樣嗎 顏色 降衣有黃色的 也有紅色的 還有他們道長的階級 所穿 都不太一樣 道士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道長 對對對 哦 那你算道長嗎 我算道士 道士 道長要登 登道梯才算道長 爬那個道梯那個 對對對 一定都要登道梯才能當道長嗎 是是是是 所以在我們南部的習俗 一定都要登道梯才可以當道長 是是是 那登道梯還有什麼 就是限制嗎 就是比如說你一定要到什麼樣的level 你才能去登那個道梯 一般來說就是算說 這個道書齁 就是要有學成之後 道士要 當然當然當道長 就是一定這道士的部分 一定要有學成嘛 嗯 有學到一個階段 也要收到這個鄉里 鄉里的這個肯定 一個鄉里 尋著這個 居住居民 八成的印童 嗯 嗯 啊 就要這個 先要收金 要收金喔 要收金 對對對 那要收金 就是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收金 好 有些朋友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我先要收金 就是算說要 收在這個 算要用一個金譚 就 如果這個路士齁 就是要 要先做道長的 我們會的那個 道書在路士嘛 喔 書嘛 對 要先在這個金譚裡面 要收金 喔 有的是 三天七十天 喔 不一定 時間都不一定 那他在裡面 要做些什麼 就是啊 在裡面就是要 去學 在學習 就是道 在裡面學習一些道長的東西啊 一些法事啊 就是一些道士要成道長的一些法事啊 譬如普攻打道 是一些道中怪啊 在裡面就是要 就是 這幾天都是要 吃水果 整吃水果 整吃水果 要喝水這樣 喔 對對對 那所以會有 就是他進去的話 是他的師父去教他 還是說是裡面 是神明去教他 就是這些 一般是說道書的 先做道長 都要是拜一個道主啊 道主就是 道長的 師父 對 對 道士 生道長嘛 那你現在又回歸正題跟我們講就是道士跟法士之間的差別 包括他們的外觀啊 跟他們執行的儀式上面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法士一般就是 保養頭嘛 保養頭 保養頭 下一條法書棍 對 一般的在譬如我們那個 課長的時候 或是說 神明要掛香 要睡 要放兵 我們就可以看到就是 有一個 身份的人就是 綁紅頭 然後下一條法書棍 在那裡進行 要放兵啊 或是說過寒 一些儀式 這就是法書 這個 道書嘛 道書就是 我剛才說的就是 像道袍 有一個 地板金正義 一般就是 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個 松書 松書的時 我們要出兵 前一天有什麼都做才公 要朝土發揮 就是要 道書 和道書 要進行這個儀式 或是說廟臉 要 葡萄 或是 作酒 也都需要 道書 和這個道書 要進行這個教育 那 你們倒是在執行的 就外觀而言 你們有時候會穿 黑色叫做海金 對 然後有時候穿紅色 那就是道跑 可是你們在執行的儀式上面 就我所知有分兩種 一種是 教一種是 是 是 那你可以講一下 教跟災 它之間的區別 是有什麼分別 喔 一般來講 教 教就是教書 我們廟臨的慶殿 就是屬於教書 例如說 如果要做教 都做 三條基安 五條基安 水火清教 或是說 黃泉教 葡萄 或是說 生命很受 官典的發揮 都會受於這個 教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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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宰殿 宰殿 就是 超度的發揮 超度 超度 法書 還是說超度英靈 還是超度祝福 還是說 秦福 這是很受於摘術的部分 對對對 所以道士的話 他如果穿 海晶 黑色的 就是他可能是在 執行摘的這個部分嗎 可以用這樣來分嗎 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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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到底是什麼情況之下 你們會穿黑色 有時候你們穿紅色 有時候你們穿黑色 有時候你們穿黑色 紅色一般是都算說 要車型 不關於摘衣 車型都要穿得袍 都是穿紅色 只要說 在做這個經常的時候 在做這個經常的時候 我們就會穿黑色 了解 那道士跟法師 你剛剛都講了 就是 疑似上面的區分 那有什麼是他們都 共同可以自信的 就是 道士也可以做 法師也可以做 像那個 畫符 畫符 是不是就是道士也可以 對 法師也可以畫 道士也有 道士的符咒 法師也有法師的符咒 是喔 怎麼分那個符咒 是道士還是法師的 他們不會說 說這個 我以為你媽的稱呼 他們就是 寫出那個 都不太一樣 就是那個 德術德術 他們的 符咒 發術的符咒 對 有些也是有同樣的功用 可是就是 他們的畫風 不太一樣 所以你的身分是 你是法師也是道士嗎 所以你就是兩種符咒 你都要學 對 有一個問題 剛才阿凱有講到說 貴函是屬於法師做的儀式 對不對 我的印象也是 貴函都是法師在處理的 可是呢 出事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就是 那個 一步就出走 他們的直播 如果大家有關注的話 他們有關注那個 原地廟的貴函 原地廟的貴函 為什麼是 穿道袍 在執行法師做的儀式啊 一般我們在貴函 都是 包紅頭 這個所謂的 暗頭 包金 下軍 帶這些信眾 貴函 原地廟在那裡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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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說 我怎麼會接手的時候 比較頂一頓的老法師 就是 都習慣 都是貴函 都習慣 這個道袍 帶信眾 貴函 不過他們就是 廟的這些 信託 那幾萬 也很習慣 因為 穿這個道袍 是扔到中央 所以在那裡 逼著他們的習俗 都抓賴 就對了 所以其他地區 不會這樣子 合併用 其他地區 其他地區 我們都是 包紅頭比較多 而是照我們所學的 就是 黑頭 對 阿凱你的業務範圍 有什麼 你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又法師又道師 又法師又道師 對阿 然後你還其他還有做什麼 喔 我想起 一般人要那個 看日志 有啦 看起來 看這部門 說要求骨的 或是要 這個 帶行李的 或是說那個 要靜台 這部分很多 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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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分很多 在幫人家看 喔 喔 對對對 所以婚商喜慶都 對 我們這個行業都有做 對 所以看日子 就比如說我要跟我男朋友分手 然後我就請你看日子也可以 分手 不用看日子 你如果說我好 那頭髮留到膠一下也要看日子找你嗎 有剪頭髮 對 以前 以前 剪頭髮有看日子 現在不用了啦 現在每天都是好日 真的喔 以前的人真的是看日子都要 以前農業時代 以前 剪頭髮都要看日子 看個好日 現在是不用啦 那你還有其他就是 業務 我剛剛講 哇你這樣超多的耶 就是你是法師 又是道師 然後你又 你又幫人家擇日 還有 我記得取名字吧對吧 取名字他也會 那過世辦商的話也要找你 也有 商事他也會做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看過就是 那個神明有時候會寫字在那個 就是香灰上面 然後他寫的字通常有分黑字跟白字 就術語來講是什麼 黑禮跟白禮 喔不是 假禮跟普利 喔喔喔 假禮跟普利 然後 不是黑禮跟白禮 假禮跟普利 對假禮就是 所謂的 他寫的就是正凱字 對 就是像我們平常了解到的 那個 我們的中文這樣子 阿普利就是 就他們才可以得懂 對 就像天字天語這樣 對對對 然後 阿凱也看得懂 所以他也 也會去幫神明 就是說文解字這樣子 就是很厲害 你的業務範圍 南瓜就真的很厲害 就像得陶的波紋 喔對對對 那就是得陶 我剛剛有一個好奇的點 就是我們 我們 我們都八十年次差不多 然後我們通常 工作就是去公司上班 然後我們 我們找工作就是去面試這樣子 嗯 學徒剛出生的時候 你怎麼去接工作的 去接到 那也是緣分啦 所以我就是靠朋友 介紹這樣 那六三不五十如果 沒有事情 如果有時候去 鄉間啊 沒有靠啊 靠一些阿姨 阿姨 就泡茶聊天啊 還是 算是一種 介紹自己的方法這樣 嗯 服務態度這樣進行 喔 這樣 用我們這個 建規的精神做這樣 這樣 人家會不會 啊 他看到這個 這個效果如果不錯 就趕到開銷這樣 對對對 開銷 開銷 對啊 就是隨便念經他 一定是用生命 在幫我們做 在送禮 在為我們送大 你會牆壁百歲 不會 就是認識這些 阿公阿叔叔阿 那一些家屬 就是你婚上喜慶都有嘛 那他們都是怎麼稱呼你 是法師呢 還是道師 還是說 師父 或什麼 我比較少都會叫阿楷 比較少就叫阿楷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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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會覺得哪一個 會比較貼切 你當時的角色 沒有 叫阿楷 最清楚 叫阿楷 就是你身為這個 法師 這個道師的身分 你有沒有就是遇到 社會上 對你們的一些誤解 或者是歧視 因為 什麼行業一定都會 遇到這個問題嘛 你說 因為我們這個行業 是人家比較不會叫 我們 塞公 為什麼呢 塞公 是比較土陰 對 比較土陰 叫德蘇 沒有說德蘇 有的人 塞公 塞公 是一個有歧視的意味 有子 那個是有點歧視一點的意思 對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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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湯 那個湯 就是一個歧視的意味 以前我們講 塞公 不是那個 不是師公 是 齋公 齋 就是剛剛有聊的那個 叫跟齋 對 那個公是公德的公 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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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講 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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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 都會說 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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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奪 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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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我們就被從道士的俗界名稱改名 就塞公這樣 對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下髮器好了 就是桌面上這些髮器 因為好像有一些粉絲 有人留言阿凱好有趣 哪個部分有趣 可以留言跟我們互動啊各位粉絲朋友 現在我們要請阿凱分享一下 這是他平常工作的傢伙 我們先從這邊過去從這邊開始 第一個這個是 這個嗎 這個 我是剛剛介紹那個嗎 沒關係再拿起來好了 因為現在觀眾群可能有點不一樣 有些新進來的朋友 他綁這個有一定的手勢嗎 也沒有啊就是往前這樣綁 我看到我髮飾大概都像這樣 像這個樣子 綁緊就好 這綁紅頭 紅頭就像這樣 紅頭就是這個紅 對 要穿 要滾滾 要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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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上面龍虎群上面不會有龍跟虎 有些有愛 真的嗎 只有我們學 我們的派別是沒有的 我們的派別是沒有 的話就是 對 這邊要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阿凱他本身的 阿凱你的老師是誰 我的師傅是 李景彬 他都在左眼城隍廟服務 蠻多年的 所以 很資深 在道士法師見識很資深 就是七十幾歲 生內七十幾歲 七十幾歲 對 他生內是在高雄 北高雄 非常非常有名的生內 所以 阿凱他今天所講的所有的儀式 跟他的觀念 都是 北高雄這個地方的 那如果跟你的所在地 或你的家 或者是你認知的 有所不同的話 那也歡迎大家跟我們分享 好 那我們現在要繼續介紹 這三個東西 這是 這個中間這個 對 地中 這是我們法師 或者到的是 要請神的時候 所需要用的 一樣很重要的法器 這個跟殭屍片裡面 那另一種一種 應該算是 林真英道長 對 對 林真英道長 對 為什麼 為什麼 林這個他有什麼特別的用意嗎 喔 就是 請神 那是請部將 這是需要 所以他們要聽這個聲音 來 啊 你看這個正牆可以 就是政府 鬼神 就是一些 可以 他這個 地中的這個 終身 可以 屈服一些 屈血就對了 可以有屈血的作用這樣 了喔 對 那接下來這個呢 你要拿起來給大家可以講嗎 這是 我們不好意思 這是 風紀啦 鳳子 對焦 對焦 對焦一下 對焦一下 來 這款的眉筆非常的好用 這個粉底氣墊粉餅 上面寫了什麼 鳳子 鳳子氣墊粉餅 在左營成華廟買得到 開玩笑的 給大家看一下 為什麼要拿這個東西 就是 這是什麼呢 鳳子 鳳子 就是我們發書 做法 還是說得書 做這個科技 告一個 這個 改段 來當這個風紀 來當這個風紀 對對對 就像 為什麼要當這個風紀 就是到一個階段結束 有時候是 法式進行 要開始進行 也要當風紀 代表說這個法式要開始 一種象徵一個 對對對 然後結束也是要 就是算一個階段 然後鬼神 知道說 現在要進行儀式 一方面就是說 讓我們奧中 我們這個道士 可以到那個 後場打鼓 敲鑼的 催修 知道說 現在這個儀式要開始 要開始 節奏這樣 對對對 有人很 有研究 他說 聽到地中的聲音 鬼怪聽到 會頭痛雨 裂進了到 達到屈邪的效果 而聲明會聽到 這個地中的聲音 會跑過來 就是前來相助 是這個意思嗎 是是是 欸這個這位 這位朋友 炎辰 炎辰 你是髮師嗎 很專業 對對對 你也是髮師 他也是髮師嗎 你應該是他嗎 開始前衛下衛下 欸真的啊 今天就認識 他真的是內行人 哈哈哈 阿成 你要不要留個言 來參加我們的抽獎 留言 我跟你講禮物是外面買不到的那種 我自己也想要的那種 好 接下來呢 這個 第三個 角角 牛角骨 一般的髮師 要請神 或是要吊請 冰匠 的時候 所要吹的 一個很重要的髮器 你可以示範一下它是怎麼拿嗎 一般 要試吹嗎 像這樣 好嗎 試吹一下是沒關係啦 好 這個髮師一般要請神 啊 招兵 招兵所需要 吹的很重要的髮器 對 我們神明要去建一鄉 要招去買馬 嗯 要調請這些兵匠 法師就是要吹這個 泡匠 所以他主要是對兵匠的嗎 他是對神明還是兵匠 對神也有 哦 對 他也是有這個驅邪的這個 是不是吹這個也要有一點點技巧 欸當然 因為我有看過那個 就是初學者 初學的一些法師徒弟在吹這個 就是沒辦法吹出 像阿凱剛才那樣子耶 就他把 像紅亮圓潤的 對對對 他把他沒有辦法吹出剛剛那個 響亮的聲音 你當初學這個把它吹成功 花了多久的時間 哇 將盡快 業力兩個月 哇 對 所以大家你看喔 就是 他可能在 在掉牙什麼 他吹一個這個 看起來只有三秒鐘不到的時間 但是他學了一兩個月 所以其實 看起來簡單的事情 其實都不簡單 真的 那接下來這個呢 看起來是一個月期 這是 老拔 我們 道書是都說 第一的就是老拔 嗯 老拔 那本來這是道書在用的啦 那本來是說 如果是 在招魂的時候 到時候就要敲這個老拔 老拔 代表說 他敲出來的聲音就像 獅紅的聲音 然後獅子在紅叫的 那有時候就像那個 東極清宮 救苦天尊 他是算 我們這個 道家 算蠻崇高 他就是要抄 肉王者的這個 神奇啊 神奇啊 神奇的 就是天尊 救苦天尊 他先站在高陶塞 所以 發出來的這個聲音啦 所以呢 我們倒是 要招魂 或是說 安寧的時候 出兵 不是要抄這個老拔 啊 對對對 可以分享一下 你在當學徒的時候的 乾褲痰嗎 就是你有遇到什麼 讓你覺得 哇真的 就是你到現在出塞了 想到這件事情 你還是會覺得 心酸酸的或者是 就是那個時候 當然就是當學徒 是都 沒有錢的啦 有時候師父 有時候是拿 有時候去幫忙 一整天 從早上 那時候我在讀 高中 讀高中 讀夜校嘛 早上有時候幫忙師父 他說做法會很 就是很早就出門了 到 到很晚 對 那有時候師父也是頂多拿個 50塊 100塊給你加油吃飯而已 就是 不是 當學徒那時候是沒有錢 師父很好他還會照顧他的學徒 就是給他吃飯的錢 加油的錢 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他也還是學生 但是那陣子就是 你會覺得生活比較快 對 就是說一天只拿領個 50塊 100塊的 就是 我們學人家的功夫嘛 就巴結一點 撐一撐就 撐一撐就過了 學多久 就是你從學到13 這樣子多久的時候 喔 最 一般來說都是要 最少要3年4個月 看那個 看每個人他的那個 不一樣 學的那個 進度不一樣 對 對 同一個時期一起學的 有師兄或師弟 跟你一起嗎 有有有 有師兄也有師弟 那他們學成之後都是在 這個領域繼續工作嗎 還是說他學成可能覺得自己不深 還跑去別的領域 喔 也有啊 也有 有些就是 對 有些人就這個行業 剛開始聽到也有興趣啊 突然你學一段時間感覺 好像 摸索不到的時候沒有興趣 也是 到一半半補而非的人也有啊 嗯 對對對 那你覺得做 做為身為一個法師或道士 他需要具備什麼條件 就是如果他要來學 他必須要做好什麼樣的心理準備 這樣子 喔 欸 心理準備 就是當然要有天分嘛 就是興趣一天分嘛 啊 就是說 所以你一開始也是因為天分 然後 興趣 然後來學習的 對對對 家裡是贊成你做這個職業的嗎 因為 剛開始是不贊成啊 為什麼 因為 我媽媽 就是我阿媽他們那一代都認為說 這個行業應該是比較 沒有這麼穩定 或是說 有些 有感覺說有些道士都比較喜歡 就找檳榔抽菸喝酒嘛 對對對 所以這行業可能 就是 外觀可能就 就比較沒有那麼好這樣 嗯 形象可能 認識我師父之後 我媽媽就就 欸 其實這行業 也是 也是不錯啦 對對對 認識老師 然後了解 真正了解這個行業之後 家裡的人也開始就是沒有反對你去做這個 這樣子 是是是 所以你也是學 你就學三年四個月之後 你就開始有自己的道壇 這樣子 對對對 就是站在自己的鄉里站住這樣 對對 那你們學成有一定會有一個 出塞的儀式嗎 對對 就是要去 師父會看個日子 讓你去他們家拜拜 代表說 在他們家的神明 還有就是 師父的就是 新生的功啊 就是師父的祖先 他們是 他們上一代都是做這個行業的 還有是要做一個出塞的 出塞的這個儀式 對對對 對對對 大家不好意思 我們剛剛有點斷線 繼續剛剛的話題 那我們 在我們的直播期間 也有我們有辦第一集的直播抽獎活動 那大家只要在我們現在這個直播下面 按讚留言分享 然後附上一段文字寫說 要會小學堂直播線 然後加一句稱讚我們法師的話 就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那我們抽獎的獎項呢 在我們等一下節目的尾聲 會跟大家揭曉 然後就是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今天他們 就是今天阿凱法師他分享的都是在高雄 北高雄他的一些道法科医 跟一些道家的知識 跟他們做法師裡面的一些干護談 那如果跟你的所在地 或者是跟你的家鄉完全不一樣 或者是有所出入的話 也都很歡迎你跟我們分享 或者是你想要來上這直播節目 也都可以跟小編聯繫 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對 但是就是請大家尊重 就是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派系 每一位法師 他的專業 跟他的師傅所交給他的 因為那就是代表 那個地方的民俗上面的特色 而且也就是這樣台灣的民俗 才會很美啊 就是有一直性 有很多元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尊重每一位法師 然後每個地方的習俗跟特色 好 講著講著 阿凱已經準備了 好 那我們今天的直播的獎品 我們準備了三份 超好的 我也想要 那這個就是我們會請我們的法師阿凱 來畫一個巨大的死 巨蜂 對 那我們想要請阿凱我們畫鎮宅嗎 對 一個鎮宅 然後一個是 那個 寶生 寶生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想要 請他幫我們畫一個 克制的心想事成的符 對 大家如果有想要什麼 養顏美容 瘦身啊 或什麼什麼符 大家可以留言給我們 對 我先想一下這個符 如果有回去人家真的要鎮宅的話 要怎麼樣弄 拿去貴隆嗎 那一般是不用 我都會幫你 都會來加起貴 帶到家裡就可以了 或是說帶到在門口 所以現在我們阿凱要現場揮鎮宇 有人說想要看畫符咒的特寫 好的 那請那個 珠編過來一點 珠編 然後 我們在今天這個直播 我們有在廟運小學堂 還有一步就出走 以及訂閱店的粉絲翻頁 都有 對 來給大家看看 這是今天的 第一張正宅的 小編你可以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看到後面 好 好 這是我們第一張 這個我們阿凱老師他說 等一下他會幫大家跳一下 然後 這麼好 我們目前預計規劃是一個月有一次這樣子 像聊天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我們自己也是來一個知識學習一下 的一個直播節目 那我們今天謝謝我們的阿凱還有我們的露露 謝謝 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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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